先让大伙来认识认识这些魔方 手指快速发力扭动翻转小伙子叫王航是一名高三学生 王航说自己最拿手的是这个斜转魔方据说在国内成绩还不错 王航通过同学接触到魔方也就两年的时间 而这位00后可一点也不谦虚 王航的确有些天赋 玩了魔方半年后 复原三阶魔方就从一两分钟缩短到了25秒 王航对自己的成绩十分满意 于是自信的去参加了一次官方比赛 还原三阶魔方最快是6点几秒 你当时他听到这个成绩的时候 我是好厉害啊 回来的公交车上我就等于在抑郁 我说我怎么那么赛 我怎么连负赛都进不了 也就是在这场比赛上王航认识了不少魔友 在魔友们的带动下 王航开始玩起了斜转魔方 他说斜转魔方形状不规则 看起来有些酷 还原用时短 世界魔谈最快记录在一秒时 容易反复练习 为此王航借了各种网络游戏手机游戏 下了课玩坐地铁实练 彻底找了魔方的魔 就是真的是对魔方感兴趣 就是在我两年前 我发现魔方好像也就是那样子 但我接触魔方以后 我发现好像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以后以前怎么都没有发觉呢 从外界 从别人来看 魔方好像就是个玩具一样的 但我并不认为 我不认不认为 就是对我来说的话 是一种坚持下去的这个信念 如今大大小小的官方比赛 参加了不少 歌人最好的参会记录成绩是3秒21 针对写传魔方不断的练习 对于王航来说 就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事 以赛促练 就是我是拿这个比赛 然后促进我的练习 然后我有一个目标 就是我想拿到什么样的魔方的水平 在魔方界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 成就 对 那也是在我人生当中 以后我长大后 我回想现在我玩魔方 那当年的玩魔方这么厉害 那也希望我们玩魔方的一直坚持下去